在古代,中国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,一直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。 但是在中国封建王朝的中后期,尤其是在清朝,因为统治者的闭关锁国,以及海境政策,让中国逐渐的落后于西方国家。 等到了晚清时期,中国已经不再是那个强大的东方王朝。 从鸦片战争开始到八国联军侵华,中国和西方列强签订了无数个不平等条约。 丧权辱国,各地赔款对于清政府来说,已经是日常便饭。 在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,英国人就已经把自己的目光,盯在了香港岛上。 等到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后,英国人占领了香港岛。 等到了1898年的时候,中国和英国正式签订了《斩兔香港戒指》专条。 在条约之中,中国向英国租借九龙半岛以南地区九十九年的时间,英国先后多次想要租借香港一百年的时间,但是清政府始终都拒绝了。 这其中只有一年的差距。 但是为什么清政府始终不允许英国租借一百年呢? 英国究竟在打什么鬼主意? 其实,英国人在签订《南京条约》之后,并没有打算把香港变成自己的领土。 但是英国人在看到清政府面对俄国人的强硬要求都忍气吞声。 不敢有所反抗的表现之后就觉得清政府非常的无能。 于是他们就想要和俄国人一样,把香港变成自己的固有领土。 于是他们就要求租借一百年。 再过去,按照国际惯例来说,如果一个国家把自己的土地租借给别人有一百年的话, 那么这块土地的所属权就会发生改变。 土地的所属权就不再是之前国家的,而是成为租借国家的国土。 所以英国人就不断地要求清政府,同意他们的要求,把香港给他们租借一百年。 但是那时候,中国的洋务运动已经开展。 中国有很多的留学生。 这些留学生非常清楚当时的国际制度。 清政府自然就会一口回绝了卑鄙的英国人。 同时,清政府向英国租借香港九十九年,也是希望后人能够收回香港。 后来,随着新中国的不断发展,以及英国的实力下降。 中国政府终于在1997年7月1日成功收回香港地区。 这一年刚好是中国向英国正式签订,斩破香港戒指专条条约的第九十九年。 香港的回归,宣告了近代中国的虚辱历史,正式成为过去时。 曾经号称日不落的大英帝国的,也走向了终结。